大家好,歡迎收看《榮眼睇神咒》,我是明欣 中國研發的QBZ-191自動步槍 很多人都提出了質疑和批評 這款槍原本是為了替代95式自動步槍 然而在性能上,它並未實現對95式的代差優勢 在發射彈藥母重大突破的情況下 為了迎合全槍長度的要求 採用了短槍管設計 導致初速降低射程縮短威力不足 QBZ-191的實際戰鬥效能 甚至連改進版的95一式自動步槍 QBZ-951都不如 只能用來鎮壓韭菜,不能用來打美軍 如果我們將輕武器劃分為不同時代 可以認為QBZ-951與美國的M16A4 俄羅斯的AK-74M屬於同一時代的產物 而QBZ-191則與美國的M4 和俄羅斯的AK-12屬於同一時代 從一些設計細節上來看 QBZ-191在很多方面直接借鑑了 AR系列步槍的設計 比如旗炮殼口、槍托和保險檔位樣式 多與AR系列步槍相似 都是利用發射氣體、驅動內部零件 完成射擊循環 同時複進黃和緩衝器 多與AR系列相同 多放置在槍托內 QBZ-191頂部還配置了一個皮卡丁尼倒軌 顯然受到了當今歐洲部槍的啟發 除了中國特有的子彈外 QBZ-191基本上是AR-15的變種 它在部槍的下部和上部採用了類似的無塊化設計 早期圓形甚至可以匹配AR-15的板機組 QBZ-191還使用緩衝管和看起來是MacBook Magazine的變種 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使用料活塞 而不是直接衝擊系統 多正是因爲如此 QBZ-191與AR系列步槍一樣 槍托只能伸縮、無法折疊 不展開槍托就無法射擊 槍管不長、槍身卻很長 完美繼承了AR系列的缺點 QBZ-191的彈峽井設計 借鑑了AK系列步槍與AK-47、AK-74的緩彈方式 結果是QBZ-191只不過是露款步槍的複製品 在投入量產前進行了一些調整 仍屬於抄襲 模仿並不可似 畢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製造輕武器時 都會參考AR和AK系列的成功設計 然而令人不恥的是 中國聲稱QBZ-191是完全自主研發的 甚至還將它宣傳為下一代自動步槍 但實際上它與M4是同時代的裝備 而現在美軍早已淘汰M4 開始使用更加先進的步槍 例如西格兆爾公司推出的XM7 這樣共軍的QBZ-191真實的抄襲水平又是怎樣呢? 共軍仍然使用的是5.8毫米子彈 這種彈藥的糖壓比美軍使用的SS-109子彈還要低 這樣都直接影響到191部槍的殺傷力和射程 先說說短管板 QBZ-191和MCA-18都用於近戰 50米之內的這兩款槍都有很強的殺傷力 但超過100米MCA-18還能有效感射擊 QBZ-191就比較抵力 再看看中管板 QBZ-191和M4的目標是在150米之內作戰 在這個距離內兩款槍的表現都很接近 但M4的有效射程可以達到500米 而QBZ-191只有約300米 所以遠距離作戰M4更有優勢 最後是長管板 QBZ-191對應美軍的M16 M16射程可以達到550米 而550米內仍能保持高精度和殺傷力 相比之下QBZ-191長管板 只能在300多米內形成殺傷力 遠距離精準射擊和火力壓制M16完成191 美軍的MCA-18、M4、M16三款步槍 性能都比QBZ-191優越 如果真是上到戰場 QBZ-191恐怕很難佔到上風 與舊款的QBZ-951步槍相比 191都沒有好到哪裡去 951步槍經過多年服役和改進 無論在射擊精度、連射時的穩定性 還是惡劣條件下的可靠性方面 都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 相比之下QBZ-191作為新型號 在這些性能指標上卻難有明顯優勢 甚至在某些方面還不如951 951的最長型號的槍管 只要再加長9公分 就能將初速提高到每秒975米 大大增強了殺傷力和射程 中槍長和最短的191的槍長相似 這樣應該算是不錯的 可惜191步槍是都要取消951的無槍托設計 令到這個方案就變得行不通 191步槍簡單照抄了未軍AR步槍家族的 伸縮槍托設計 導致士兵反映191的整體平衡性不如951 後座力分佈都沒有優化到位 實戰中不如951好使 尤其在連續射擊時更是難以精準控制 不能三連射 191的槍背帶卡扣位置 這樣的人體工程學細節設計得很不合理 長時間使用會令肩膀很不舒服 結果這款取代951的191 在很多細節的考慮和性能上都令人認為 還不如951好使 結果就是這種槍只能用來鎮壓韭菜 不適合打仗 不知道共軍怎會這麼蠢 在原有版本槍支在手的情況下 竟然翻版的是無法與原版相比美的版本 新版191竟然連舊款的951都不如 一些媒體曝光了QBZ191步槍存在的潛在問題 首先塑膠彈盒的質量實在堪憂 有報導稱這些彈盒不夠硬 在運輸、碰撞、甚至用手去按時都容易變形 一旦變形就可能導致弓彈失敗、影響戰鬥力 有跡象表明QBZ191的槍管加工可能存在瑕疵 一段疑似特警訓練的影片顯示 在6米距離射擊時 子彈在槍靶上留下了明顯的關鍵孔 關鍵孔通常是由於子彈離開槍管時不穩定 在空中翻滾而不是直線飛行所致 專家分析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槍管的 唐線加工不規則、深淺不一、彼此間距不等 導致子彈旋轉不穩定 雖然在近距離射擊時影響有限 但在遠距離射擊時 子彈的速度和精度都會顯著下降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影片中特警使用了 訓練彈或橡膠彈這樣的可能性 但如果這些特殊因素都不存在 QBZ191的關鍵孔問題就值得重視 它暴露出中國在大規模生產這款步槍時 可能存在的質量控制和工藝缺陷 作為一款新型步槍 QBZ191背負著為中國軍隊提供先進火力的重任 然而如果它在實戰中頻繁出現攻彈失敗 或者是射擊不精準的問題 這樣將直接影響部隊的作戰能力 在最近兩、三年共軍開始裝備191步槍 但250萬人人手一支191 那就是20億美元 雖然中國不缺軍費 但中國更傾向將預算投入導彈等先進武器研發 因此在大規模援裝QBZ191的過程中 北京可能會採取降低成本的措施 導致質量控制下滑 縱觀歷史 中國軍隊在士兵個人裝備上一直較為小器 而2014年 中國單兵裝備經費只有美軍的十三分之一 即使是頭盔 都選用了遠低於海夫拉的鋼材質 以節約開支 通訊和導航設備更是足耕見找 到了如今 如果這種重視數量、輕視質量的觀念仍未改變 QBZ191的推廣必然會受到影響 如果再考慮到習近平的建軍思想 更傾向大型的重裝備 全面換裝這種單兵裝備估計還要等好幾年 現役主要還是依靠95部槍 但這款部槍都有不少問題 95式部槍的機械妙具觀察控非常細 在旁晚的話 射手很難通過機械妙具精準瞄準目標 到了晚上想要瞄準就更加不可能 相比之下 美軍的AR-15部槍 允許射手靈活更換不同類型的妙具 而且妙具的調節方式都很簡單 和95式相配套的國產白光妙 目鏡非常細、通光亮差、視角都很窄 在光線較暗的環境下難以清晰識別目標 其精確度只能達到1.5MOA左右 如果想提高精度 可能需要更換高質量的瞄準鏡 95式在擴展性方面也不如AR-15等西方部槍 AR-15擁有多條皮卡倒軌 射手可根據任務需求 靈活安裝戰術電筒、激光指示器 不同類型的白光妙 甚至在主妙具上還能加裝紅點瞄準鏡 打造出適合自己的配置 人機功效方面 95式都比不過AR-15 AR-15的射擊選擇扭和補貼 位於槍機附近 射手無需移動持槍手就能輕鬆操作 但95式的射擊選擇扭設計在槍托後方 每次操作時射手都必須把手伸到槍托後面 既不方便、多不安全 至於射擊手感 95式的後座力表現不錯 但板機質感一般 95式自動步槍使用的塑膠彈盒 雖然與美軍的步槍一樣都是塑膠 但質量和強度都有明顯差距 95式步槍在運輸存儲中更容易變形 導致子彈位置出現偏移 進而引發卡學、弓彈不槍等故障 降低了武器的可靠性 反觀美軍他們非常重視武器裝備的質量和可靠性 即使是一個小小的彈盒 都要反覆試驗損材 確保在各種條件下都能穩定工作 同樣的問題都出現在中國軍隊班組火力配置上 本來95班用機槍和95式步槍相比 在威力和射程上都有明顯提升 更適合作為班組的重要火力 但由於95班用機槍的製造成本比95式步槍要高一些 很多基層部隊並未配備 而只是裝備了95式步槍 導致班組火力不足 但實際上95班用機槍的單位成本可能也就高出幾毫子 如果是班組普遍裝備 對戰鬥力的提升會是巨大的 可以說是一本萬利的投入 相比之下 美軍的班組普遍裝備有M249班用機槍自動武器 還有M240通用機槍提供重火力的支援 再扶以M110追擊部槍等 整體火力覆蓋全面 火力密度和射程都佔據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 一旦與美軍交戰 中國軍隊的火力根本不足以應對 無論是遠距離火力壓制 還是精準打擊 都難以比美美軍的水平 雖然中國軍隊都發展了一些新型追擊步槍 和正確射手步槍 比如QBU-88 但還未在班組一級廣泛裝備 這種單兵武器水平 導致共軍班組在遭遇敵方遠距離火力打擊時難以有效反擊 在快速打擊敵方關鍵目標或複雜地形作戰時 都會力不從心 在1949年之前 中國士兵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門 東北的中國士兵使用日本的步槍 而在上海的則使用美國的步槍 雲南就使用法國的步槍 而在西北的則使用俄羅斯的步槍 裝備體系混亂導致步槍非標準化 極大地限制軍隊的作戰能力 中共見證後 蘇聯的AIRK-47步槍裝備 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隨後中共就大量仿製 生產出56式自動步槍 之後63式和66式步槍 都是在蘇聯設計的基礎上進行改造 直到1979年2月 共軍進入越南 仍在使用AIRK-47和SKS的變種 在這場戰爭中 越南使用的都是類似的步槍 共軍的步槍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優勢 由此共軍想要研發一款新的步槍 1979年81式步槍的研發起步 1984年進入圓形階段 1986年全面生產 不過由於設計上的偷工減料 這款步槍有很多問題 基本上只是對66式步槍的改進 仍然保留了很多蘇聯的設計 為此中國決心開發一款真正屬於自己的步槍 1990年代初 中國邀請了步槍製造業的兩位巨頭 他們是AR-15發明者 友甘·斯通納和AK-47的設計師 米哈伊爾·卡拉斯特尼科夫 兩人與中國提供了寶貴的技術 尤其是斯通納的意見更是受到中國同行的重視 而QBZ-95就是吸收了這些新知識後設計出來的 這款步槍是1995年投入生產 並迅速成為中國軍隊的標準裝備 QBZ-95這款突擊步槍 對區域目標的有效射程約為500米 對點目標的有效射程約為300米 發射的是中國的5.8×42毫米子彈 專門為QBZ-95設計 標準彈匣容量為30發射速約為每分鐘650發 QBZ-95多暴露出中共設計和製造經驗的不足 在實彈演習中切換射擊模式時的卡頓 夜視鏡質量低劣以及質量控制不好等 這些問題導致一些士兵所裝備的QBZ-95更容易出現故障 但並裝備雖然是軍隊整體裝備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卻最能直接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武器設計理念和工業製造能力 如果連一顆子彈都無法製造優良 那又如何讓人相信你能夠打造出精準打擊千里之外的航母殺手 如果連一把步槍的設計都無法達到高標準 大家又怎會相信你研製的隱身戰機能夠在戰場上獨佔牛頭 一些企業在為共軍提供裝備時 無論是衣襪還是鞋蝦 經常優先考慮的是成本而非質量 所謂的軍標成為了一些人謀取私利的工具 可憐的是共軍的士兵 他們可能穿著不耐的鞋 或者穿著質量不合格的作戰服 很多時候大家在閱兵儀式上看到的裝備 和真正部隊的裝備根本是差天共地 美軍的防彈衣已經擁有悠久的歷史 而共軍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少量裝備 何時能全面普及仍是未知數 在武器的設計理念上 很多國產武器仍依依俊俄羅斯 甚至是前蘇聯皮實內容的設計理念 不是了人機功效 經常是要士兵去適應武器 而不是在設計時就考慮提高武器的使用舒適度 好了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和多點留言 我們下次見